嘿,大家好,我是K4換掉到我的宇宙世界 澳洲500賽已經全部結束了 台灣選手的姿勢發揮不錯 雖然沒有人打進決賽比較可惜 但還是收穫5B的銅牌 包括南彈的林俊逸、李佳豪 南雙的星星傑瑞組合 女單的白玉珀以及宋索雲 當然,本屆澳洲500賽算是史上最水的500賽 Top10的高手只來了7組 並且最終奪冠的都是前三種子 基本上沒有太多的暴冷出現 可能最大的暴冷就是李佳豪首度在國際賽打敗學長周天成 以兩個22比20拿下對戰投勝 這場比賽我看完第一個感想是周天成累了 欸欸等一下先不要嘴我喔 我不是在為周天成找藉口 我知道這場比賽李佳豪打得很好 先讓我說完 依我對周天成跟李佳豪的理解啦 周天成的扣殺能力雖然不算世界領先水準 但應該還是打得穿李佳豪了 但這場比賽卻是一半一半 特別是比賽從第一局末段開始 周天成的扣殺得分率可謂是雪崩啊 大家看第一局上半場的扣殺情況是長這個樣子的 基本上算是一拍倒沒錯吧 面對周天成的扣殺 以家豪沒有太大的反彈能力 但是從19比17開始 整個情況開始反了過來 甚至還出現9比7這種防反的play 應該感覺的出來吧 周天成的扣殺球威有明顯的下降 讓李佳豪開始能守住第一波的新攻 也才有後續李佳豪的防範 而且從第二局開始 周天成明顯提高了主動起跳的比例 第一局揭發的時候 周天成可能會放短B往前 或是強推打中場對抽 也有時候會推後場起手 但是第二局推後場甚至挑後場的比例 大幅的提高 把球做給李佳豪去攻 跟第一局的主動性有很大的差別 倒也不是說這樣不好啦 打防守反擊本來就是周天成的舒適區 特別是李佳豪這種扣殺能力相對平肉的選手 周天成理應佔據優勢才對 但是今天周天成的防反只能說 效果不髒 整個第二局防反成功的play大概一隻手數了出來 其中最值得拿出來講的是12比12這一球 李佳豪勾對角太噁心了 周天成勉強起跳後撤 守住360旋轉回方之後 起跳扣殺近身 雙方中場對抽之後 李佳豪斜切被周天成救到 落點刁鑽壓線絕殺 其他的防反球可能就像是14比13這種 周天成守住之後打了一波防反 結果被李佳豪超天王的小球 多會主動丟分 而周天成防反失敗的球 其中有一些是真的自己沒有防好 受迫性的失誤太多 例如7比5接殺之後的反拍拋高太軟太淺 被李佳豪抓腿打穿 又或者是19比19的關鍵分 周天成揭發推後場 竟然就這樣被一個 樸實無華的抓推點殺拿到分數 這個點殺的球威跟落點 都不算是太難防守吧 站位跟時間差也絕對夠用 只是平常能輕鬆守住的球 到了此時就守不住了 老天的狀態下滑顯而易見 但是也有一些是李佳豪的進攻品質非常出色 扣殺的落點控制無可挑剔 彌補了扣殺球威不足的問題 話說如此我也不得不說 這場比賽李佳豪的扣殺球威 已經算是我看他這麼多場比賽以來表現最好的幾次 能讓老天飛撲這麼多次而且都落空 你說王子維林均一這種強攻型的球員 把防守狀態一般的周天成打成這樣 這樣我信啦 但是李佳豪能把老天打成這樣還是讓我蠻意外的 忽然這其中有老天五週五連戰的疲勞因素 狀態明顯下降導致防守品質偏低 但也不能抹滅李佳豪本週的進攻狀態出色的事實 甚至如果你往回看李佳豪16強賽打瓦多約的那場 你就能發現李佳豪能過瓦多約也是靠進攻打穿他的 雖然瓦多約技能只有在法國750再打進4強 其他的巡迴賽加起來勝率連5成都不到 但畢竟今年太贏過安東森跟林均一 我賽前還以為瓦多約會不會連過李佳豪跟周天成闖進4強 結果沒有想到李佳豪就把他打穿了 我現在說Chico沒有得到那麼多機會 在那裡 Chico很可憐 或是Nozomi Okuhara 而李佳豪的進攻發動機還是那個放短 無論是揭發強網還是防返都是靠他 例如19比18週天成守住李佳豪第一波放網 起跳夠深化解危機 李佳豪軟壓被周天成勾對角拿回主動 李佳豪被迫轉身反拍 結果周天成的撥對角被李佳豪一個跨步戳球 攻守瞬間互換 周天成只能起跳直接被殺斷 1 2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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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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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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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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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1局的21-17,2局21-18,4局21-19 2局22-20,1局23-21,還有1局30-29 剩下2局都是21-8,21-6 这6场的几分这么胶着的比赛 林均宜竟然只赢了一场 就是那场30-29,21-29的2022年大马538强 其他都是喜败,喜败,再喜败 不过说到奥运就真的很生气 还记得雅锦三那时候大家还在争夺奥运最后的席位吗 当时林均宜是第17名 距离第16的温宏阳只差1名 最后在雅锦三的8强输给了奈良纲 以1名之差,384分的奥运积分之差,5元奥运 最气的是,温宏阳也进不去奥运 因为前面已经有石宇齐跟李世锋两名中国队的球员了 硬生生把林均宜挡在了奥运资格以外 然后你看看他现在的世界排名 林均宜已经冲进前15了 温宏阳已经快跌出25名以外了 端端两个月不到就有如此的差距 林均宜进不了奥运真的是好可惜啊 那我们说回比赛本身哦 林均宜这场比赛其实打得真的不错 大部分的时间都很冷静 控场的效果也都有出来 其实仔细看这场比赛你会发现 第一局林均宜领先了大概85%的时间 这段时间内,奈良光的失误率是远高于林均宜的 这个时候的林均宜冷静沉稳 步伐简洁有力 四方调动创造进攻机会 看到机会马上加速突击 其他的时间的控场水准也不差 至少奈良光的跑动范围不会比林均宜少 每一分的平均拍数都至少落在15拍甚至20拍以上 当然失误也是有 但也不会比奈良光多让矮去 也才造成林均宜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都位于领先的主要原因 但是一到了关键时刻 特别是16比16平手之后 林均宜就很明显的自己提速了 当然提速也不是不好 林均宜的确对奈良光造成更大的压迫 问题就在于 奈良光就跟海绵一样完美吸收了所有林均宜的压迫 并反弹了回去 而且迅速回复了原状 他在关键时刻的稳定性真的太猛了 反而林均宜自己因为提速而丧失了稳定性 最后几颗球都是久攻不下后自己失误首场 从控场打突起的节奏型打法 变成强弓型的打法转变 无论是林均宜刻意球变 还是紧张为之 从结果论而言都不是个正确的选择 可能打其他选手有用 但至少面对奈良光看起来 还是打节奏打控场比较有效 我想可能还是林均宜因为紧张跟着急而不自觉的提速 结果反而越打越多失误 这我觉得就是一年前的李子佳遇到的情况 因为改打法而变得很不稳定的2023李子佳 比赛开局刻意打控场 关键时刻提速的模式来去减少身体的负荷 但是稳定性不足导致关键时刻又回到强攻 却又因为是在比赛末端的关键时刻 比分又很接近的情况下 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局面造成大量的失误 然后就是连续失误影响心态直接爆炸 我觉得林均宜目前就在这个状态 进攻能力有 想法也多 控场球技也够 但就是不稳定 而且心态容易起伏 关键时刻会手软 而李子佳能够在5月之后打进三次500等级的决赛 拿下了两冠一亚的成绩 我觉得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打法上的转变 跟奈良刚的决赛上 他在第一局跟决胜局的关键时刻都是以控场为主 跟以前那种揭发直接拼放短 拼手感来逼你起跳的打法差很远 这场比赛的关键分 李子佳全部都是率先起跳推后场的那一方 最后透过四方调动打出空档 甚至决胜局的最后两分 都是奈良刚主动进攻反而出界葬送的比赛 要知道 奈良刚打了大半场的防守反击 劝在关键时刻亮剑主动出击 跟他打邻居那场截然不同 而李子佳贯彻自己的战术 没有因为比分紧张而慌忙求变 显示出 李子佳在关键时刻 相信的不只是自己的进攻能力 还有他的控场 他的防守以及他的稳定性 而且遭遇奈良刚连续追分 面不改色 赢了关键分 也没有庆祝之类的怒吼之类的情绪 而是等到真正迎球之后才展现出来 这些全部都指向一个事实 那就是李子佳的心态趋于成熟稳定 对自己更加的有自信 并且相信全方位的自己 能够以任何手段突破目前的困境 而不是只依赖某一个特定的技能 李子佳赛后受访表示 从心理素质而言 我改变了很多 在奥运会之前 我更加冷静和积极 这也是为什么 我会在李子佳夺冠的那一瞬间 就直接在IG发文说 李子佳会是本届奥运奖牌的竞争者 甚至可能有更高的可能性 因为我看到的不是一个夺下500代冠军的李子佳 而是一个心态稳定 面对困境不慌不忙 关键分依旧坚守着自己的战术 并且执行到底的李子佳 这才是令我惊艳的成长 而林军逸虽然他的球技跟去年相比 有着很明显的提高 但是心态上跟已经完成蜕变的李子佳 还有很大的差距 关键时刻的稳定性也不如那两刚 这次输给他们两个 纵使可惜却输得不远 最后再来简单的总结一下 女单跟男双的部分 这次女单有白玉珀跟宋硕云打进了四强 也是自从2018年改制以来 台湾第一次有不幸戴的女单选手 打进了500赛四强 只不过两人的晋级路上都不算是太艰难 这个500赛的季军水分很高 不过即使水分再高 也是个历史第一次 当然也是两人的生涯最佳 而另一个还蛮有趣的点 就是宋硕云的女双也打进了八强 而他的搭档于千惠也打进了女单八强 两人又那么刚好是八强的对手 同一天内从对手变成队友 而且还是500赛等级的八强 在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在台湾选手上发生过 另一方面 男双的新搭档 陈子瑞、林玉杰也表现得不俗 搭档第五次国际赛就闯进了500赛等级的四强 他们各自的背景以及目前搭档的成绩 我也有在这支进化影片有提过 开季五战一个500赛季军 一个300赛季军 应该是今年除了辉轩跟连洋配以外 成绩最好的台湾男双 更重要的是他们是2000年世代的新星 陈子瑞才21岁 林玉杰也才24岁 希望他们能够好好保持 谢谢大家 今天我给你收拾一个 我是KC 我们下次再见 Peace out Peace out